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充满幻想 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 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不要吃伤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向那个 有力的地方 Honey 趁我们都该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清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破冰 能向最高的山顶 山顶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舒淳 我那不是着急吗 你先抱点面子面子 让人看到我颜面何存啊 行 你们看 你们看 我班总的始终要在打情话枪了 你看 让你注意点影响 我一个黄花大龟男 我可是要结婚生孩子的 我的清白呢 你怎么什么都我来说的 请你原谅我 没有下次了 石总 刘总 正好你们俩在这儿 今天下午公司篮球赛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能少 咱们两个组得好好地猜一场 赢得对还有奖金呢 又到了公司运动会的时候了 我们组要拿大满罐 就从篮球赛开始 我又不去了 不行 打球去 比赛完了把风暴换人一心 好的不好的就都过去了 真不去了 去吧 把痛快跟不痛快 都当成汗水洗掉 不就都没了 我工作没做完呢 舒晨 咱们两兄弟都多久没打球了 自从那个惹霍金来了 搅和咱俩感情 不 等等等等等等 我去 再说下去 谁啊 谁的清白都没了 还是石总丽啊 那没有石总搞不定的樊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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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structure 小姐 小姐 好 诶 诗总 郑琪呢 你可别让他跑了 他还挺小组吃饭呢 不能够 我们组的人没有那么小气啊 你等着 我依他他都把你给吃趴下 你起 洗好了 洗完了 喝了 选好地儿了吗 我饿了 好了 走啊 好 大家辛苦了啊 今天全部放假 回去睡觉 明天精神抖擞来上班 那接下去的事 没事 有我呢 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谢谢主编 谢谢主编 那个 主编我 来上班了 招待大学生招待得不错吧 张记者写稿也写得不错 以后啊 写稿的事就不劳烦您了 您就只负责吃喝玩乐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去吧 不是我 不用说了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说一不二 我要是连这点决断力都没有 那这么多年的饭算是白吃的 我再要一个这个 木瓜顿雪哈 你们还有没有人要点的 我要我要 正齐请客对吧 不要白不要啊 你看 我觉得差不多了啊 吃得都挺好 咱们可以撤了啊 怎么着啊 这老婆大人管得严啊 说起来齐哥你真是好福气啊 你是怎么找到那么大个美人的 是啊 正齐 没看出来啊 有点本事啊 可以 谢谢 不行不行 我越想越觉得亏的话 咱们怎么着 得一人再来一份甜点 你就好不 好 好 好 真贵 差不多得了 没那么多钱就五百块钱交接 你可别闹了 行了 咱们派老规矩 A吧 你们女生就甭掏了 咱们几个男的掏了吧 好 这个太专业了啊 你看 你看 你说好 别让你这么急 什么客人啊 人这是科学的方法 就这样啊 要不 咱们不吃了吧 樊总都还在忙 我们怎么好意思继续吃呢 就是 还不赶紧在老板面前 好好表现表现 加班去 服务员 买单 这位先生已经买过单了 那咱们一块请樊总一杯吧 谢谢樊总 谢谢樊总请客 谢谢樊总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以后啊 继续努力啊 你红门艳我 你不满吃 你说哄着我们加班呗 够巧合的 樊总 走吧 来 来 来 快 快 欢迎下次光临 请慢走 师傅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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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总 韩总 刚刚真的谢谢你了 小事 别放在心上 一时一来你也辛苦了 好好干 来你让水送给你提提效 加公司 韩总 你真是我见过最大方的人 不仅大方 而且人还好 买单的时候 总是冲在第一个 而且 给不愿意花钱的人留面子 所以我当了总监 你马上不用了 韩总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您知道 到石总和洛宗良走得挺近吗 我这儿有他们照片 是吗 郑琪啊 这不能说明什么 你可能误会吧 韩总 我不想说我的老龙子 我跟石总都那么多年了 但是这事发生了 咱心里最起码有点数不是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您说是吧 是 我知道 你是为了公司好 先不怕我和史维松 这层关系不住 他这人 既然平时脾气差了点 但对你们却没二话 今天的对话 会对他不利 所以 总 好 韩总 我等会儿就把这照片删了 谢谢你 郑姐 谢谢你信任我 你放心 如果今后有谁对公司不利 我一定第一时间 把这个人救出来 但是史维松 我可以拥有的身家 性领担保 他一定不会怎么做 韩总 石总能有你这个朋友 真羞愿 郑琪找你干嘛呀 怎么我一来他还走了 你们俩说什么小小话呢 你怎么不操我车呀 我爸又把我车开走了 哎 哎 我忙我班呢 你电话 谁啊 我做哪儿找你 啊 哎 萝卜 啊 我最近特别忙 行 下次再约 是鲁东凉就是闲的我 哎呀 你说都这么多年了 他怎么还对你念念不忘 孟琪 你还记得当年 咱们进飞林 还尊重他一生骆驼的时候 怎么不记得 他那时候啊 也是雄心壮志 说要带着飞林 当一内第一 他结果呢 他以前就算再贪了 也绝对不会跟博曼同流合污 骆东凉这人啊 也算多了道具 走了 不提他了 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来做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他这个人 心眼就针尖这么点大 我觉得啊 他指不定已经在鼓到什么复仇计划了 你小心点啊 当我樊叔承认敌人那么容易啊 哎哟 我宗良这老狐狸 你知道他怎么把斯巴馆案子抢走的吗 嗯 他竟然出通稿让明星去提 怪不得斯巴馆老板翻脸跟翻书一样的 很厉害啊 用明星代销售还不用花一分钱 不错 你这二傻子还给敌人助为难 他抢的可是我本来要做的案子 争夺胜利本身就是强者的游戏 像伯曼那种下散烂的手段 我早就受够了 咱们真刀真枪并怕人 说得好 下次我也要做出一个 让伯曼瞠目结设的案子了 你啊先做出一个 别让别人给你砸屁股的案子 嘿 瞧不起兄你是不是 你等着啊 这次良品铺子 我保证做出来一个 让你们所有人都拍完叫决的案子 加油啊 你要请一个星期的假 你知不知道 像我这样坐到主编这个位置 说是一年有七天的假 那我也不敢连续请一个星期的假 但是我妈确实住院了 我不去照顾她 谁照顾她呢 公司不能这么不同人气吧 这样 你把你妈妈的住院报告拿来 我到人事部去帮你想想办法行吧 医院不让带病历出来 那你可以去复印 住院部专门都有这个窗口的 记得盖章啊 没有公章公司不认的 小屁股 胎毛还没退圈 才是给我编瞎话 真的说得太弄了你知道吗 我还笑了 我作为一个星人当然想出采访了 我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有错吗 又不准我写稿子又不准我请假 其他人今天一整天都不在 全是我做的 凭什么 你们还笑 这次是土耳其 我就去不成了 那就下次呗 是啊 谁让你们老板那么不讲人情呢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我就想着 他竟然都说一不二了 稿子的事情我认栽 是我得意过头 可是别人能请假 凭什么我不可以 没想到他是双标狗 这就不是公事公办了 他摆明针对我 你老板是不是看上你了 连一星期都舍不得让你走 就是 别吓唬我 长得帅是我的错吗 你 不让我痛快 他也别想好过 怎么了这车 死了 死了 我昨儿看还好好的 唉 草有旦夕祸福 您就为他们默哀吧 新的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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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么专家 给你准备好了 这三个人 可不可以 你这么做的 要有没有 还要走 你 居然 你 你盆栽死了 我准备些花来布置 花比盆栽大太多 放在原来位置不合适 我还没想要放哪儿 我就先搁这里了 我对香水百合过敏 你把百合放这儿 你想害死我 你把百合放这儿 姐姐 我刚来 我真不知道 拿走 对不起 对不起 吴总哥 快起来 良品市场布着艾伦来了 马上上来快点快点 这么快 好 快点快点 快 好 吴总 你说 你起跑了 这个是陈总的 她带她女朋友去两张 这个是王总的 她老婆出国了 带她的女儿去也是两张 这是艾伦的 里头有三张 你怎么来 没看你也不说一声 弄杯咖啡去 坐坐坐 上次啊 你偷我买到俄罗斯巴黎舞团的 演出票真特难买 我这走官艺才买到三张 带你爸妈去看啊 谢谢了啊 我这就把钱转给你 客气了 还有啊 横向纵向的视频我都看了 保证给你们一个完美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哎 你们那个案子做得怎么样了 需不需要我帮忙 需要啊 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 郑琪 电脑拿过来 你都不知道 你们茶杯咖啡 我们公司可受欢迎了 请进 唐总 看到我们出的最新一轮 报告量数据分析了吧 势头很好啊 快坐吧 这次啊 多亏了博曼 不亏是国内啊 最顶级的公关公司 之后的事啊 你可要好好的对接啊 我分内的事情一定会做好的 博曼给我打好招呼了 之后要是有记者采访的话 关于菲林横插一脚 想从博曼的手里 抢走我们这次案子的事情 你可要直说 唐总 菲林什么时候要从 博曼手里抢案子了 那件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是我看不上博曼 是我想让菲林来猜 我们都知道 你跟菲林的关系很近 但是博曼才是我们的盟友 今天啊 崔西是免费为我们造势 这种求都求不来 博曼只给我们提出来 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 作为盟友我们必须满足 又没让你添油加醋 就是让你实话实说嘛 那我就实话实说 这都是我的错 唐总 我们怎么能为了 这么一点点利益 就要菲林去背这个黑锅呢 你为了你的朋友 可以击踪博伴 就不准别人 反过来击踪你的朋友吗 当然没有 唐总 我这 我真的不是你说的这个 如果你的行为 不是个人的行为 是以公私为主 那你可以证明给我看吗 安排好记者的访问 让博曼满意 让我满意 这里是工作场合 别总惦记着那些亲疏关系 好的 我知道了 季经理 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 这就是那个体型订上来的 咱们 喂 你好 实在是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 我们的会所 目前没有任何的团购活动 对 我十分理解歌迷会 对Tracy的支持 那要不这样吧 您先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我们内部讨论之后 看能不能为你们定制服务 然后我再回复你 好的 好的 没让我说呢 是不是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把人马分成三路 让客人分流 嗯 然后你先派年轻一波的员工 去对付这帮学生党 他们消费离不过 肯定承受不了这样搞我的价格 他们一定是散得最早的 你在派最老一波的员工 去对付这些慕名而来的歌迷 别让他们都堵在这儿 给他们单独开一间房间 然后剩下的员工 就跟我一起接待这些首课 好 姚总 姚总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我们刚刚做完了一轮推广活动 您今天来是想来放松一会儿 还是要做理疗项目 怎么办 有个学生非要闯到 Tracy英国的房间 尽嚣到你们的客人了 姚总 我还有感谢咱来吧 姚总 顺利 关总 很忙吧 您刚才也看到了 这次多亏了博曼 效果立感见影 当愿吧 你看你消极的态度 你呀就是对博曼有成见 这可不行 这可奇了 刚才唐总也说我 您现在为了博曼也来说我 怎么 博曼现在又有什么新的指教 旋律啊 不是我说你 当初你对博曼的态度确实有点 太可怕了 幸亏人家卫特助大人有大量 对啊 你说你这么做 我们以后还怎么亲密合作 要不这样 你去博曼 给卫特助赔个礼道个歉 要不然公关这边也不好做 笑话 你不把这件事摆平 不让人出这口气 我们合作起来很尴尬 再说你认为你朋友那边 能好过吗 你要不是把人得罪这么狠 你认为他们会这样不依不饶的吗 自己考虑考虑 怎么那么晚 怎么那么晚 好 很忙吗 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推广活动是好还是不好了 我们会所现在热度是很高 但成交量根本就没有明显的提升 我总觉得有点得不偿失白忙一场 你又跟书晨他们说吗 没有 干吗跟他说啊 我既然决定了自己扛就好了 这么虚 说出去的多丢人啊 你呀你 就是死鸭子嘴硬 你要是累的话就不要做了 就跟他们说老娘不干了 这才是你 又不是三岁的小孩我喝西北风去啊 还是你养我 我养啊 又不是养不起 您请我来就是为了看冰球啊 没错 你这么说话的话啊 这对我界地很深啊 咱们也是同行 出来看个球 小聚一下也没什么的 骆总啊 您可不是一般人 这话要别人说 我一定笑着往海街 肯定说 我这得翻过来倒水想好几遍 好几遍 好几遍 没错你爱看冰球吗 没净高呀 我真喜欢打游戏 冰球很有意思 他虽然讲究球员的个人技术 但是决胜点 却在于整个团队战略配合的完成度 一个人再厉害了 没有优秀的团队配合 最后还是会输的 想当年我们在菲林也是配合无间啊 可能你现在翅膀硬了 我记得了吧 要是我只记得当初刚进菲林的时候就好了 可惜我同样记得您后来在菲林做了什么 您说的这套团队理论我十分赞同意 所以我一定会留在菲林 和淑晨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 那你注定要被樊淑晨押下 一个团队只会有一个领导人 樊淑晨在菲林独大 你应该考虑一下出来寻找新的处理 难道一辈子对他俯首称臣吗 那就是我们淑晨的事了 就不劳您费心了 没错 真的不考虑一下来博曼帮我们 承诺了后外 不过我这个人能力比较平庸 留在菲林公关混混还行 要真去了你们博曼 一定跟不上你们的节奏 所以还是让我继续留在 在菲林护害他们吧 看来我是被拒绝了 是我有自知之明 好 那我也不强求了 我的名片你先收给 博曼 我问你 我给你做了 去哪儿 去哪儿 是 你要改变主意了呢 随时过来找我 这个邮箱我还在用 这邮箱是当初 你已经飞零注册的 用习惯了 有些人是 还是老得用的顺手 这是适合初中正用的吧 对 如果需要送人的话 可以帮您包装 行 就它了 给我包装好看点啊 好 骆总 您找我就这事 这么谨慎 不愧是怕我吧 怕 我就不知道怕字那么起 樊总 你不是博曼的 A的 我有两句话 我想你应该非常感兴趣 第一 非林有博曼的人 第二 我可以帮你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你可能不知道 你最好的朋友 史维聪和骆总梁的关系 十分密切 我不止一次 见他们两个在一起 你看 如果我把这个事情 直接告诉余总的话 他会相信吗 惠达的项目呢 我都全程参与了 就在惠达协业投标的 那天晚上 我正好在公司加班 而当时第一版的标书 已经做好了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 标书上写的是 七百三十万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 差不多十点左右 我们老板接了个电话后 标书的价格就变了 想必这个电话 是您看着 石总打过去的吧 后来我们都猜测 这是你给副总下的一个套 直到我最近才发现 我们的标书不止改了一次 副总在十一点多的时候 又接到一个电话 而最后的数字 是副总亲自改的 六百三十五万 我知道 你们到现在一直都觉得 是林子瑜那个小姑娘 可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绝对不是她 副总在飞林的爪牙 肯定早就已经固制好了 林子瑜呢 只不过是骆总 带过去的炮灰而已 现在副总让她填坑 这种无非就是想保全自己的人罢了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你说的这些 对博曼百害无一例 难道对飞林就百利无一害吗 我明白 但是到这个时候了 我也没有必要说假话 在我眼里 副总绝对不是骆总的对手 就她那些小伎俩 连我都看不上 我这种人呢 要跟就跟一个能力强的领导 修炼两年 跳跳槽 说不定哪天还能跟你们平起平坐 现在副总既需要骆总 又要制衡他 那反过来 骆总当然要打压副总身边的人了 而我手当其冲 眼看就要牺牲了这个时候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 我帮你对付副总的爪牙 你向骆总梁投诚 樊总 你可真是个聪明人 我敢于冒这个险 赌的就是自己的前途 我押好我的砝码 其余的呢 就看我自己的个人能力了 那我为什么要帮骆总梁 得到你这么有能力的主赏呢 相信我啊 樊总 你宁可他身边有我这样的人 都不想要像魏弘那样的人 你一定情愿 名刀名枪地跟我们一决雌雄 也不愿意跟他那种烂人 在泥地里拼个你死我活吧 这么相信我的人品啊 不怕我转身就把你给卖了 有句话你应该听说过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像您这样的君子 就是我敢押上 我前途最大的砝码 您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想不到 石总现在可是在玩火呀 我百分之百相信石维聪 那你最好看看这个 你最好看 哥 你跟樊淑晨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你说得那么坏 虽然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不长 可是我从他对工作的态度上 我就觉得他还挺坦荡的 如果你们两个把事情说开 是不是就好了呀 说开 子鱼 这个世界上不是除了黑就是白的 那天你也看到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说开的可能吗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啊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啊 我是为了你才去飞林的 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想让我去飞林 可我特别一意孤行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想你回来 我想一家人团圆 我不想一个人孤孤零零地在北京 我没有钱去澳大利亚看你 所以我看到飞林招聘我就去了 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且我万一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这样我就能为你平反了 你就可以回来了 就算我发现不了 但至少我可以在我搁带在过的地方 这样我就觉得你就在我身边 我就不是一个人了 坏了啊 哥 你原来是不是也特别喜欢飞林 不然你干嘛这么过不去 非要死磕呀 虽然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一定觉得你是被冤枉的 而且会站在你这边 可结果是我去飞林了 我觉得飞林没有那么坏 而且樊淑晨那个人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他全都写在脸上 我觉得他也不算是坏人 所以为什么呢 哥 如果有什么苦衷 你就说出来呀 紫月 这么说你还喜欢飞林喽 飞林是第一个让我 特别有归属感的地方 而且在这儿我知道 我自己能干嘛了 所以我特别感激他 我感谢他给我机会 我感谢他培养我 可是我再喜欢也没什么用 樊淑晨他就觉得 我肯定是要来霍海飞林的 以他那种人的性格 肯定是容不下我 这个你放心 正因为是樊淑晨 所以你想回去 就一定可以回去的 幸福 怎么啦 你先别哭 我现在马上过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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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燃 怎么了 已经三十九度五了 都怪我 把她自己一个人 放在房间里 刚才我工作完出来 看她全身都红了 你先别着急 我去带马路上拦车 现在去医院肯定来得及 你没事吧 我朋友的孩子发高烧了 三十九度五 孩子还很小 我知道你平时看我不太顺眼 人到 上车 这人 老婆 乖 怎么样了 已经稳定了 少爷已经退下来了 没事就好了 谢谢你啊 医生说 小孩子发高烧如果耽误了 容易发展成脑膜炎 那我先走了 我还没谢谢她呢 她怎么走了 我还没谢谢她呢 累化了呗 萌萌她怎么样了 萌萌睡着了 那就好 刚刚那个人 就是樊淑晨 她就是樊淑晨 她就是樊淑晨 可是看着 怎么也想见不出 她以前陷害过你哥呀 她这人看着挺正直的 燕燃 你先回去照看萌萌 我先走了啊 你们到现在 你们到现在一直都觉得 是林子瑜那个小姑娘 可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绝对不是她 副总在飞林的爪牙 肯定早就已经布置好了 林子瑜呢 只不过是骆总带过去的炮灰而已 现在副总让她填坑 无非就是想保全自己的人罢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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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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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范淑晨 你等一下 范淑晨 你给我回来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 我没有要骗你 我们想要争第一 想要做人生赢家 在过程中 必定会错失很多东西 这是代价 但是当我们一心一意 想要保护的东西 就这样在这个争夺的过程中 失去了 如果结局注定如此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苦苦挣扎的我 又算什么呢 这有没有想要害你 有人不自在 有人无奈 有人被爱 有人要离开 有人怕快 有人摇摆 有人怕失败 有人等待 有人澎湃 有人飞起来 应该把今天写在 我这人生历史上 但明天的光芒 万丈音乐浮现在 越南之上 我有我的人生 和谁都不一样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追踪出浪 别告诉我 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什么手可以 却省千里 你是你 我是我 每个人只代表 他的自己 别怀疑 我的明天 我的路会通向哪里 决定触犯的那一刻 我只需相信我自己 我的时代 我可以 永不掩埋 接受摔倒的耐 原来 再重来 我的时代 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拒绝拟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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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